欢迎来到你永远不会知道 You are never known 这里是代号十三门 自人类分散到各大物以来 草原、沙漠、沿海、高山、天地都有人的踪迹 只要是存在于地球上的所在 人类便以征服这些地方为了 今天要带各位来看的是圣母峰 Month Everest 位于中国大陆与尼泊尔之间的边界 高度为8844公尺 是世界第一高峰 上的实体能 这所谓是世界第一高峰 每年吸引无数调整性的人前往 因此粗估至今为止超面预期的人有300多人 第一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是 1921年对英国侦查远尊期节中的两人 在路程中死亡 以及1922年春午风探险中丧生的七个白云宫 以雪崩丧生 而后许多命丧一次的人 都被后来的人们记录下的影像画面 像是最为出名的Greenbit 鱼靴子 鱼靴子是作为出名的圣母风攻击之前的地标 因攻击以前总会经过他所在的洞穴 他成为了众多超面与此的实体中最有注意 并且被最多人流传身后照片的一个 虽然我还未能确定他的身份 但大家相信他是一个28岁的印藏边防警察 名叫Swim Pelager 在他尝试攻击什么风时 陪伴他的还有另外四名队友 通常攀登圣武风的人会选择男侧乌线 但只有小队他们选择了不这么受欢迎的北侧乌线 而男侧乌线是比起北侧乌线来的危险 却较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北侧乌线的申请攀登过程相对反复 要得到新疆政府的许可外 还得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函 他们在一个军事年5月10日这天准备攻顶 这天同时有其他来自不同国家的三支登山队 但不同的是只有Swim Pelager这支队伍选择了北侧乌线 在出发的时候这支队伍说过头 于是早上8点才出发 所以说北侧乌线攀登比起南侧来了容易 但应上我们方有著名的两点钟规则 一级在下午两点时一定要掉头回到拥有设施不及的营地 即使宫领在望也一样 在下午两个半时 虽然对无尽度良好 不过身上的强风两点钟规则也提醒着他们下山 这时两名队友一与前面包含 Swim Pelager的三人脱队 而其中是为副营队的Harper Shamsane 但是呼叫前面三人回去营地 但前面三人并未因此停下脚步 后来Harper Shamsane常是犯了登山症狂热 Summit Fever的症状 一种渴望宫顶而忽视所有安全准则的处理 而飘风雪就快来了 这是在就年他们宫顶时所能遇见的最可怕的风雪 于是前面三人在宫顶路上 并且在下午5点35分时使用无线电通知营地两个伙伴 他们代表印度对宫顶成功之后 也超出两点钟规则太多 并且幻想而来的是光与闪电交加的暴风雪 后来在5月11日由北侧路线下山的登山客 在距离峰顶仅8600公尺附近的冬雪 发现了一个穿着红外套 英功绿靴子 看似沉睡男子 在2014年5月左右 绿靴子被移走 所以想见绿靴子的人或许会落下遗憾 这就是后来许多宫顶圣母峰的人的路标 也或许成为了某种观光景点 虽说绿靴子的身份并不能完全确认是Swan Pangro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或许是只有遗难的三人中的其中一人 并且Swan Pangro的弟弟知道 一次哥哥的尸体在网络流传 变成众所周知的物标也是感到不满 觉得其生死得非常没有尊严 这就是绿靴子的故事 此之伟大 被外套五周绿的绿靴子 始终不能被其他人确定身份 但在如此高海拔的身上 实地只会风干 不会服安 他依旧维持着同样的表情和面容 与深母峰永远相伴 睡美人 Francis R.Certia 与绿靴子同样有名 成名于深母峰的尸体 应该就属于Francis R.Certia 他也因成名于深母峰上 而有一个玩物童话般的密称 睡美人 Francis R.Certia 是一名出生于美国夏威延登上密接 在16岁起便接受父亲的指导登上Cornado山区 便接受了很好教育 在年龙所毕业后 成为了一名会计师 曾经是工舍Mion Arboros的第一个美国女性 虽说Francis并不是一个职业登山者 也并不屈明于成为一个冒险家 然而他嫁给了著名登山家 Seren Guy Arsalev Seren Guy Arsalev因判断了他祖国前苏联的五个最高峰 被称为The Snow Leopard学报 并且Francis便决定成为第一个 不使用人情平工地生风的女性 在他出发之前 还问他11岁的儿子 Pearl de Sanfano 让他决定他是否应该前往工地生风 他儿子Paul说 我希望你去做一想做的事 不希望你再变成了那来时 跟我后悔 抱怨着你应该当时要去做的 于是Francis与其丈夫变成装 准备前往生风 而Paul却在后来 梦到两个登山者 被捆在暴风雪中 让他感到很不安 并打电话给母亲说 他后悔做了这个决定 Francis试图消除儿子的担忧 必回答他 我必须这么做 但我还没想到 那个看似出自于担忧而发的梦境会成真 的确 Francis达成了他的目标 成为了第一个不使用氧气瓶 供顶什么风女性 但他没想到高山镇症状会在下山时狂烈洗歪 实际上 他有丈夫在8200公尺的6号营地的树天 在天气欧烈情况下 每天尝试到达顶峰都因天气运速无法继续 有时两人就定下山 不知何故 两人走过不同路返回营地 在Saram Guy到达营地时 发现妻子还没到达 在5月22日的当天 他携带氧气和烟雾去寻找Francis 却在找到妻子时体能到了极限 失足跌落至瓶川下 只留下冰府与身子陪伴着Francis 而在5月23日在Francis明流之际 对情路过他 一言无聊喊Kel的一个误告 在发现Francis还活着时 他们走过去看能不能给予什么帮助 他们尝试这样扶起来 试图给予能够抢救他心里的要务 但Francis早就冻僵了 严重冻伤了他 看起来皮肤如此苍白光滑 就像一座美妖娃香 Francis的一些毫无行动能力 继续说着 别丢下我 我是美国人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这已经是处于像是自动驾驶般的状态 伊恩和Kelsey只能尊重作在 会危害到自身性命的情况下 必须放弃营救他人的残酷原则 对开了Francis Kelsey和我还回应起Francis 说他们存在营地里一起喝过茶 Francis讲了很多家庭的恩赐的事 感觉不像是个极端的登山狂人分子 被讲述他在民流之际 被严重冻伤时的外貌 这就是睡美人这个秘证的由来 后来就对情了在欧零 亲年时回去为Francis所在之地 靠他一个简单的山葬 用美国国旗家的国座来 放上他儿子写给他的心跟特地胸 让他放置登山课看不见的地方 在能够安息的地方 继续坐着圣母风上的睡美人 Hannah Lourish-Mannes 德国女人 在许多冒险家中 如果能够缔造成为世上第一人的成就 让许多喜好挑战而然静静乐道 但一不小心就会为此付出生命 在距离圣母风山地前大阪营300公尺左右 有一位倚靠着背包 看似爱休息的女性尸体 她便是第一位上名于圣母风上的女性 及德国公民 这位女性的名字叫Hannah Lourish-Mannes 是位德国登山家 她的丈夫Gerhard Schmannes 同样是一位勇于挑战登山豪手 她曾经一起增幅过许多 对于穷人来说十分极瘦的高山 在1973年5月 她的Lore H丈夫成功地盘动了 这个满了死过的山峰 这是世界第八高峰 害怕约26780英尺 她成功地增幅到最后山之后 她们很快就已经是时候 该政府世界上最危险的名页了 于是便向尼泊尔政府申请攀登许可 在1977年6月 她们在一起了 政府为与尼泊尔的世界第四高峰 Glosley 这套旅程结束后 她们终于得到圣母风的攀登许可 Hannah Lourish-Mannes 大到海拔26280英尺时 建立最后一个营地 但一场暴风雪 扑使她们不得不回到第三大本音 她们重新出发时封了两组 这也使得Hannah Lourish-Mannes 分开并且有其他队友 以及两个雪霸人同行 Gerhard的小组 养学于Hannah Lourish-Mannes 并在1979年10月1月 下午完成工顶 Gerhard也成为当时 五十岁工顶圣母风 最年长的第一人 但因为圣母风的两点钟规则 在他们工顶后Gerhard发现 欧烈的天气导致她工顶式 低矿极高度的危险性 于是决定迅速下驶至安全区 他们所在的高度位置 也快成为死亡区 所以必须尽快撤离 而当Gerhard一波浪七年 到达安全区的运势 Hannah Lourish-Mannes 也在到达顶峰的同时 建立营地 这是很危险的 虽然Gerhard经过他们 尽速撤离 但一航的Lourish-Mannes 小组已经出现了 登山者狂热 在Mannes Fever军装 能禁忽到达顶峰 他们更个想放弃 Hannah Lourish-Mannes 小组一下六点时 终于到了顶峰 她时称第四位 攻向圣母峰的旅行 但时间越晚 大概如此高 还把她生命运势危险 这只Hannah Lourish 一定有多强壮盼者 但在各种因素 在他们已经停了一击 想停下来建立一个 战时的奇迹所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在圣母峰山点 下降过程中的区域 是所谓的死亡区 而他们终于死亡区的中间 之所以称之为死亡区 是因为海拔高度 及其气候量体容 在那野登山者 大部分都雙多级上 而同时也雪巴人 建议他们继续下降 这安全区域的大本营 但不幸的是 其中一个队员Janet 在过程中便到达 体验人间谍 而失温死去 在如此危险的山上 失去同伴 虽是已经正常不过事 但同伴死亡 还是令小组成人感到震惊 Lora和两位雪巴人向导 就应继续往安全区埋进 但这时和Lora起了眼 因如同在那半的 气候环境而达到无间的点 她做了最初步的事情 就定坐下来休息 她随意着背包 或许一时已经逐渐模糊 就同行的雪巴人向导说 她最后的遗言是 Water Water 最后连眼睛都没合上 永远地停留在那里 而她和雪巴人向导 因前一幕度她逝去了 感到难受 除了她的尸体旁边 一段时间后 她的手指与脚指也被冻伤了 第一位丧生于顺母风上的女性 因此诞生 散明39岁 她的专服回去之后说道 Never the voice The team can't help me But I will move out my beloved Humalur 最终 唯有我的小队回到我家 可是我却远远失去了我的振癌 Humalur的尸体体积用在所有宠门 颜测登山的人都可以轻易看到位置 她那写着背包的姿势 睁着的眼睛 即使风飘扬的头发 以及尸体风干化之后面貌让经过她的人都感到不太舒服 为所有丧命于顺母风上的尸体 她那别具一部的模样 使得后来的登山者隔了她 German Guadam 德国女人的称号 在1985年成功登顶的挪威探险家 Erin Niles 经过她的尸体时 描述了她的心境 她成功地登上了山顶 但却在下山时死去 当我经过她身边时 她的眼睛好像也注视着我 她的存在仿佛一直在提醒着我们 正面临跟她一样的情况 在1984年时 一名血霸人以尼泊尔警察室去回收她的尸体 她的两人以双双送命 宣告任务失败 四张次失败的任务之后 盛女风最终夺取了韩娃娃娃的神明 而后山上的墙风吃过她的尸体 然后接下来盛莫风东侧 看上Face的神钩 但也没有人看到她哦 不过女人将因为消失在身体中 那么接下来 我会继续介绍剩下的尸体呢 别忘了订阅就开启动铃铛 系统即将关闭 请记得存档 我们再会